Hello 听说还有家长打着自己的孩子考上了高材班的名号 在社媒招生意 要来给其他家长提供贴士 教你怎么样培养出高材班的子女 这样的家长 天才 首先要澄清的是 新加坡只有高材班 没有天才班 最近有一些看起来好像了解新加坡情况的视频 说我们取消了天才班 这个说法不正确 不懂装懂 什么是天才 爱迪生说过 天才是1%的灵感 加上99%的汗水 也就是说 努力是很重要的 努力把功课做好 也很重要的 听好了 新加坡只有高材班 高材教育计划 Gifted Education Program 简称GEP 而且教育部接下来要调整的是 高材班的运作方式而不是取消 也就是说要把目前集中在九所小学的高材教育计划 化整为零 扩大到每一所学校 这么一来 每一所小学都可以通过学校里的课程 栽培能力较强的学生 让更多的孩子发挥不同的潜能 达到因材施教的效果 新加坡的高材教育计划在1984年推出 目的是帮助能力较强的学生发挥最大的潜能 40年后的今天 高材教育为什么需要调整呢 到底面对了什么挑战 一路发展下来 高材班的问题就出在1%和99%这个比例 高材班是给那些需要特殊栽培的 极少数的1%的学生 大多数的学生有正规教育的正常学习安排 可是可是 许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 却不这么认为 在他们的眼中 自己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就是应该考上高材班 这么一来呢 就形成了另外一个补习产业 那就是高材教育预备班 专门为小三高材临选测试 而推出的特别训练补习班 据说呢 坊间这类补习班生意兴隆 常常爆满一味难求 有些家长呢 甚至为孩子同时报读了 好几家不同的高材补习班 或者是重金聘请私人补习老师 来给孩子一对一强化教育 就算新加坡教育部已经明确指出 不鼓励家长针对GEP的临选 做考前的准备 才能确保选出来的是 过真驾驶的自由生 不过呢 苦口婆心抵挡不住家长怕输的心 补习中心还是争先恐后开班 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哈喽 听说还有家长打着自己的孩子 考上了高材班的名号 在设媒招生意 要来给其他家长提供贴士 教你怎么样培养出高材班的子女 这样的家长 天才 这也难怪 通过了GEP考试就保证能在新加坡的 九所顶尖小学学习 很多家长呢 挤破头也要孩子得到GEP的认证 也许怕输的家长才是这一次高材教育 要处理的痛点 看来怕输也会肉香随俗 再变种成更可怕的心态 难道家里有孩子进了高材班 就会光要门楣吗 那些把孩子的学业表现当门面的家长 忘了孩子需要快乐成长 只有1%的学生获选加入高材计划 有人说过去高材班比较低调 因为多数的学生与众不同 有个别的特殊需要 不像今天好像考中了状元 早期的高材班学生会说 成绩不好才有可能进高材班 要帮助的是那些高能力 低成就的学生 需要特殊的教育来唤醒他们的潜能 学生们珍惜的是一批了解自己 不会排斥自己的老师和同学 分数绝不是最重要的追求 高材班也好 资优班也好 这些学生不见得每一个课目都超长 他们更可能是偏才 也就是只在某一个领域突破常人的极限 其他方面他们反而落后 高材生常常要面对异样的眼光 所以把高材生集中起来 让他们在一个互相理解的环境里 学习和成长 一起抱团 互相取暖 那是避风港 高材生可以放心地做自己 今天高材班被补习班污染了 孩子们也失去了一个自在的空间 其实很多欧美国家如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还有亚洲国家如中国 印度 日本 韩国等 都有各自的超长教育 并设有相应的组织和学校 这些年来 超长儿童的好奇心 求知欲 意味等非治理因素 也受到了关注 不同国家的相关机构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确保家长不会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待超长教育 并且更关注超长儿童的成长过程 其实在中国小学超长教育课程 基本上是已经停办了 高材教育包括了激发潜能和情义教育两大部分 集中在个人发展和为社会做出贡献两个方面 随着情况的改变 新加坡的高材教育走到了转角的街口 下一步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每一所学校各自精彩 顺道也拆除了高材班的标签 不让家长过度地把精力放在 考不考得上高材班这件事上面 其实 命理有时终须有 天生我才必有用 要是您的孩子考上了高材班 最后成为一个快乐的魔术师 你会不会欣然接受 会的话又何必在乎高材班呢 我是张海杰 我说海不可抖凉 你说呢 我先讲 海不可抖凉